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到第七节 题目是当在主里长喜乐 腓立比书四章第四节 你们要靠主长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当教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 主已经尽了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世界的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又是出自腓立比书的著名经句 短短的一部腓立比书 除了那么多常被众人所引用的著名经句 作为教内的励志经句 但是这部整部经书却很少 被基督徒完整的读过 能够知道保罗在腓立比 到底是要和信徒们沟通是什么 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保罗要这些弟兄姐妹们 尝喜乐 不是因为腓立比的教会 有什么特别的好消息 而是就是要靠着主尝喜乐 我们应当要思想 我们和主是有关系的 我们所认的这位主已经得胜了 不仅得胜了这个世界 也是得胜了死亡 他不但是得胜 而且是得胜有余 他必要再来迎接我们 说真的基督徒之所以 可以尝喜乐 不是因为我们的主 给我们提供什么保佑 不是说我们拜他 他就让我们的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也不是说我拜了他 他就保佑我平平安安 无灾无病 我们的主让我们喜乐 乃是因为他给我们的雀具 让我们知道他所赐给我们的 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 人可以杀我们的身体 夺去我们所有的田产和房屋 但是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 却不会死亡 不会失去 他为我们在天上所预定的产业 也没有人能够夺去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着 我也受到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此 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括号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 所以保罗要弟兄姐妹们 要靠主藏喜乐 要知道我们的喜乐或是情绪 并非是细于地上的资源或财富 既然如此 我们对于这些地上的事物 所抱持的态度 就和世人不一样 世人为了争夺这些世上的资源和财富 甚至可以拼命 我们的主却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赔上生命 那有什么益处呢 更糟的是 世人还不知道 他们若失去了地上的生命 那也没有其他的生命 再留给他们呢 那就是真正的要灭亡了 而基督徒却不然 我们知道我们最宝贵的 乃是主为我们持守的 永远的生命 以及天上的产业 而地上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身体 包括我们的一生 也不过是在地上的过客 是暂时性的 这并不是什么出事的思想 我们在地上有生命 有财富 有家人 那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是给我们享用的 神所给我们的 我们并不会拒绝 但是也犯不着 为这些暂时的事物来拼命 来争夺 这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态度 就和世人不一样 再者 我们知道我们有神 而且一切都是神所造的 这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 包括神要赐给我们的新生命 并且我们不配得 这个因神的恩典 所赐下来的新生命 有了这些认识 基督徒在世上的态度 就和世人不一样 他们觉得他们所有的 都是靠着努力所争来的 而我们知道 这些全部都是恩典 因此基督徒有谦让的心 那是一点也不奇怪 保罗用这个谦让的词 在希腊语系里 是居有居中道的意思 基督徒因为神所启示的道 我们的认识和态度 就好像是居于中道 但是万事并非是居于中道 中间就是对的 而是人的妄想和消极 往往也在中道的两侧 基督徒所显出来 就是这样的谦和谦让的态度 不将功劳归于自己 也好事不争不求 但是却又不消极 而是积极地面对 神所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 这是神所教导我们的 这并不是遥远的未来 永远遥遥无奇的末世 事实上 主的再来已经尽了 愿神怜悯帮助我们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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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